随着疫情再次拉响警报 澳洲的股市我们不能买了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今日盘前解析 那今天是2月15号星期一 那随着疫情再次拉响警报 周五澳股当中的旅游板块 是率先走出了先跌为敬的行情 那自疫情爆发以来 我已不止一次表达过 此次与新冠的战斗 其难度将会超过很多人的预期 那对于旅游板块当中的QAN与WEB而言 下方的较大支撑是位于4.2 一根4块区域 那最大招聘网站SEK继续刷新股价记录 对于拥有SEK的朋友们来说 如果28块钱的价格可以坚守 则其依旧身处上涨趋势 对于目前来说的澳洲股市而言 我认为最大的潜力依旧在 矿业板块跟能源板块当中 那因价期关系 恒生与A股处于B市状态 其股指期货依旧 其股指期货依旧分别身处 3万与2万的上方 在美国针对特朗普的二次弹劾 依旧无过 马斯克弟弟售出超过2000万的特斯拉股票 美国时代三大股指波动不大 盘整多日的特斯拉股价来到近期 近期的支撑价位 货币方面现金坐落 现金坐落90.4的美元指数 如果再次跌破90的话 那其在图表之上的短期上涨 股市将会被破坏 那上周白银再次展现出比黄金的坚韧 那已经走出历史新高的黄金相比 本轮白银的高点能未出现 因此白银存在比黄金更大上涨空间的可能性 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欢迎支持跟任何我们的朋友们 点赞与关注我们 我是GoMarkets Island 我们下期节目见 Go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